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乐 今天全民开讲的主题是 没有人是局外人 大家知道这一两年来 疫情重创经济 白夜萧条却万物起涨 更可怕的是 财政部还能继续超正 这样的高反差 是台湾的正常现象吗 根据财政部统计 今年的税收不但提前达标 还大幅超正 政府对超正沾沾自喜 但这对人民却是 税负增加的痛苦 国人今年的租税负担 比去年增加了4720亿 面对超正 临近的新加坡、香港、韩国 都有将超正还民的实际作为 台湾却不这样做 难道超正的纳税钱 可以不用受全命监督吗 下面我们来看一群婆婆妈妈怎么说 听说今年一岁金又超正了呢 新闻里面都在说 今年十月的时候超正三千英 好 你说多少三千英 这么多 对对收来很可能 如果我比较超正三千英 我一定很难过 政府应该说清楚 说明明不明 这么多钱是从哪里要超正来的 超正的钱是要怎么用 也要说清楚才对 对啊 要公布超项的原因是 新报的 还是发音 还是补水 还是有其他原因对吧 不是说超项要开行国债吗 不过这不是财政部 说要害国债 就能害国债 这都要别人一旋里 都要理化他们通过才可以 对啊 一个国家要管理这里 管理这里怎么可以细细细细细 而且为什麽要害国债 越害越多就不在笑看人家的嘴巴 我有听说 国家要把侨修的钱 退后一拜八岁 有这两个好夹的事情 有喔 有喔 这我知道 南韩 新加坡 香港 前几年有侨修 政府就把超正的钱用来退税 还是说我们公里的方式 退后一拜八岁 你知道吗 好好好 我也不会 如果这样让政府超顺的钱 反正让我们 把你讲到都可以 为什么我们不行 不是说我们的经济 还有在行动吗 其实 在2,800年的时候 6月民进党有推动 全民退税 弱势 补助方案 当然民进党 主持蔡元文有说 物价短期内会大幅上涨 八岁生活会越来越艰难 因此 民进党 希望在2,600年至2,700年 把这个超正的税进行下 实施全民退税 没有让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下降 对于连缴税都有问题的弱势 群组给予补助 这我有印象 那个时候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 党团总召柯建民 当时 一致认同十四全民退税 提高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 而且保抄心也困惑的弱势族群 当年立法院党团干事长 耐轻得毛标识你知道吗 与其让政府让会钱财 住场通盆不如退税 2,010年 实任行政副院长 朱立伦有标识 政府联合税费的征收 都必须要很精神的 有抄争的部分 一定要马上派民族 准收政府与民族的联合关系 朱总统与蓝副总统 以前也有资争的资产 退屈八岁 今年资产三千亿 我太可能不资了 我相信他现在也很支持 把资产退屈八岁 我是觉得我们六岁给政府 政府应该有资产 让我们过得幸福 变成这样的生活 也让人会要有人民的福祉 为考虑前提 这才是有资产 有资产的政府 我们的参与 才没有资产 资产 对 超尊本该还钱于民 这是天经地义 真正减轻人民的痛苦 财政部说是拿去还国债 只是国债不减反增 百姓跟着债台高足 每人平均负债高达109万 实在不合理 钱怎么花 政府应该向人民说清楚 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日前有立委咨询财政部 查税的税务奖励金应该被废掉 究竟这个引发人性贪婪的奖金制度 是怎么来的 又是如何造成超征 及税灾哀哄片野 我们来看下面这段重要的影片 税务奖励金其实也只是一个 所谓的行政规则 它并不是法律或命令 它的法律位阶是在蛮低点的 等于就是说行政机关 做了一个所谓的作业要点 那上报到财政部 然后财政部只要同意之后 然后就是给所谓的行政院发布 那这个行政规则就成立 为官总是希望升官发财 那所以上面的人 他很注重这个成绩 因为这个成绩是代表 他以后的升官之路嘛 所以他们注重的话 那是不是下面的承办人员就要做 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些奖金 就以往来讲的话 其实成绩并不像划款奖金那么多啦 因为他毕竟是需要有所谓的绩效嘛 从92年 卓星宇的立法委员 他去提议说要废掉这个 划款奖金的时候啊 那后来呢 就是94年税务奖励金的 他的一些要点就改了 国税局局长张胜文说 不足以养联吗 那当然他就是 就是会有人就是去想到 要动这个税务奖励金 让他更能够 更让税务人员有奖金可以拿啦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税务奖励金里面 也有所谓的违章案件的绩效 所以其实他有点是两头痴 这个是他很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疏漏 那税务奖励金的话 就是一个承办人员 他除了基增业务工作以外 他也有其他的行政工作 那这些都是 每年都要所谓的绩效评比 那那一部分的绩效评比之后 如果有列入的话 才会有所谓的税务奖励金 所以那个是 不太不太是 等于是有点是 有点是平行线啦 就是说你一方面在做所谓的查核案件 然后你的查核案件 每年可能有多少件 那你查核案件查得好的话 你的绩效高了 那你绩效高的话 你的华婚奖金当然就多了 因为所谓的税务奖励金 其实他的范围非常广泛 也就是说 譬如说像所谓的服务科 卫民服务柜台 他每年服务的人数 还有他受到申数的比例的多寡 这个就是属于服务科 他们的一个绩效 那如果说像政风单位 政风单位的话就是说 他们会去查有没有税务风际方面的问题 那税务风际方面的问题的话 其实也很好笑 我曾经遇到一件事就是 那个监察室就打电话来找我们主管 就说你看看有没有 谁送个那种一千块什么东西的 抱上来几件 因为他没有这种建树 他也没有成绩 税务奖励金其实是变成是 大家通通有 就是变成说你 不管你坐在哪一个位置 你年终的时候 还是都会有所谓的排名 所以才会造成说 修电脑的开车的 他们都是属于 附属的协办人员 所以才会说大家通通有奖 但是其实那个金额是不大 只是说人数众多 那造成说 其实那个每年所编列的预算 也是不在少数了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都可以 废除掉 因为毫无意义 并没有所谓真正提升了 所谓的服务品质 基增机关 他每年会给承办人员一个所谓的 基增的一个绩效 就是譬如说你这个承办人员 1000家的营业人 你每年的税收已经是给你编定多少 那这个预算的编列的话 是按照前一年然后再增长 譬如说一层或者是两层 那你如果说经济不景气的话 那是税收相对就少 那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 是不是这个机关的成绩就会低落 那当然就拿不到税务奖励金了啊 那所以在上面的在高位的 他为了他的成绩啊 然后他就会让那个承办人员一定要多争 所以我刚才不是有讲一个例子吗 就是说这个承办人员 因为他这个责任区的一个 那个基增成绩不理想 他就请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就说哎呀你就这一期啊 或是因为他是有时候是一记一记嘛 那你就这一期啊 譬如说我可能到了年中了 譬如12月 我这个预算领度快要结束了 那我的成绩还没有到达 我所需要的 就是我那个帕数没有出来 那没有出来就会被上面的长官定 那他就会请一些大公司配合 就是说哎呀你12月你就先缴一些 然后到时候就说你缴错了 到了第二年的1月之后 再来办退税 那这样子前一年的预算达到了 然后第二年 然后退的话那就跟前一年没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所谓的超增 那超增其实就是真的就是跟税务奖金金有关了 我为了要达到成绩 我一定要努力的去抓出我可以多克税的人啊 或是多克税的公司啊 那这样子的话我的成绩才可以达到啊 那我也才可以所谓的榜上有名啊 然后可以寄公家奖花奖金啊 所以这个都是有关联的 检察院也曾纠正税务奖励金是官越大 愤越多是烂开税单的祸首 有钱税务员的爆料 李会计师与吴景清教授的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检察官和国税局在过去的25年来 是如何利用独大的公权力霸凌太极门 种种反人权的行为都让人匪夷所思 一个贡献台湾受世界赞扬的优质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竟被如此对待 身为太极门弟子的媒体工作者季明 心中的委屈想说给孝英总统知道 我是太极门弟子李季明 也是一位资深的主控导播 在媒体界已经任职了三十年以上了 还没练功前 我常和同事们处不好 女人有口角 每天气呼呼的 觉得天底下每个人都对不起我 乱发恶气 同事们都离我远远的 都怕了 有一次经由同事的引荐 有缘依循鼓礼拜师入门 练功的气感和微笑的脸 常常挂在我的脸上 我的几位阿姨们也常常夸我 说我气色很好 变得很有笑容 这一切都要感恩我的师父 收我为徒 让我在太极门修行 这一年多来 我们太极门持续被国税局 用一张81年度 至始至终都无效的违法税单 迫害欺压 从民国55年成立以来 都没有税的问题 刑事三审判决 太极门无罪无税 但是国税局竟把80到85年 六个年度的禁事礼 硬拗城市补兴班 多年来税务的残售 浪费公帕 且劳命伤财 民国94年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审理 太极门税案 判决80年82年到85年 太极门胜诉 却独留81年度败诉 同样的事实 做不一样的判决 这样的妄法裁判 是恶意的欺压人权 扭曲事实 民国107年 最高行政法院 判至第422号判决 我们胜诉 认定太极门市 弃工武术修行门派 公告调查 7401份声明表为正 进市里属于免税所得 最后 国税局才将 82、83、84、85年的税单 更正为零 然而中区国税局 明知81年度是妄法裁判 始终不肯依行政程序法 第117条 撤销违法税单 还联合行政执行署 在去年109年 拍卖太极门 在苗栗修行圣地 违法拍卖 公然抢夺民产 我们被迫害了25年 自古以来 阻碍修行 就是天理难农 恳敬小英总统 您一定要严惩 这些恶霸流氓官员 将他们神职以法 并立即要他们 归还太极门 在苗栗的修行圣地 台湾的转型正义 就靠您了 小英总统 谢谢您 谢谢您 蔡总统 在太极门奖案当中 历史是一面照妖精 照见法和税的不公不义 古人说 古之将亡 必有妖孽 台湾的政府体制 不该充斥着妖孽横行 如果不检讨 也不惩处 人民会甘心 永远成为刀下厨吗 最终结果 看看古往今来的历史 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太极门的案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侯宽人 争败太极门案件当中 总共所犯的法律 有21种法律 所犯的法条 有147条法条 张胜和 违反34种法律 145条法条 陈英景先生 违反了12种法律 总共有31条法条 李贵芬小姐 违反了11种法律 26种法条 前中华民国 这一份 是第一份的研究 针对执法者的犯行 目前这个数字 是破历史的记录 是全国之罪 非常严重 结果没有一个被救助 台湾的法治 淪落到如此 这个绝对不是相关 太极门师徒的事而已 这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否则呢 我们体制里面 这些乌七八亿的事 就成为剥夺人民 处罚人民的 第一线的敬畏军了 没有人会受惩罚 而且这些人 一路升官发财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我们也提醒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执政官员 你要好好寝思一下 这一集你要好好看 这么多 谁走专家都讲的话 都是肺腑之眼 都希望台湾好 如果你们没有 把他听进去 还是一意孤行 还是如此包庇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人民的示威会分清楚的 被你骗一死 不会骗一次 大家好 我是天天 我是一名公务员 民国85年12月19日 我从电视新闻上 看到侯宽人检察官 带着大批媒体记者 搜索太极门道馆 之后强制羁押师父 几大师兄等人 当下头皮发麻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民主国家竟会有如此 侵害人权之事 而且媒体又全面性的 偏颇报道 让受害人成为加害人 令我从现代民主国家 所包装中的假象中 清醒过来 原来所谓的法治民主 其实是假的 我们仍然生活在 威权的时代 1219事件 经过了这么多年 师父带领着师兄姐 凭借着 越挫越勇的坚持 终于于民国96年7月13日 陈渊昭雪 刑事三审及法院判决 无罪 无税确定 且遭羁押之无辜 被告全部获得国家 冤逾赔偿 但可叹的是 国税局依照不实的起诉书 强行磕税 行政法院也放任其采用该资料 做出枉法裁判 产生出万年不死的罪单 太极门案件 自民国 107年7月26日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太极门胜诉 认定太极门为 七公五术修行门派 公告调查 7401份声明表为赠 案件发回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审 而后预示依法和解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陈审法官明确表示 其判决应受最高行政法院 422号判决之拘束 也基于本案已经延宕了23年 理解人民长期送类之苦难 并希望节省行政及司法资源 当庭小域双方依法和解 本案终于于民国108年11月22日达成和解 国税局基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一职 及纳税者权力保护法的规定 在经严谨审查后 依职权变更克税处分 将80年及82到84年度 其他所得及相关罚还更正为零 禁失礼无克税问题 依证据事实 81年度判决 未及审酌96年刑事判决所确定之赠予事实 以及国税局公开调查所取得7401份声明表 去证明禁失礼为赠予 且中区国税局也已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等新事实 新证据可证明81年度综手税克税处分及确定判决军属违法错误 依国税局应直接撤销违务之克税处分 或给予程序重启更正处分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民国109年7月31日 却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与国税局明知81年度人是属于违法的假税单 却连手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 第一次拍卖流标 同年的8月21日执行署与国税局明知执行程序违法 且已经触犯刑法及违反征收罪 人执意执行本案 于二拍流标后 直接由台北国税局及中区国税局共同承受强行收归国有 民主国家却存在着铁针针的强盗事实 违法的税单就是违法 怎么可以强制执行呢 枉费师兄姐们每日澄清抗议 游行节宣 迎着朝阳烈日 无惧狂风奏语 期盼上位的官员们 终能听到正义的呼唤 停止违法强行执行 严惩贪官污吏 其料号称以人权为贵 民主至上的执政党 亦脱离不了官官相互的苛酒 胜而罔顾廉耻 狼狈为奸 竟将本门的土地违法强行拍卖 最后强行收归国有 执政当局选举前为选票做出的承诺 选举后却一概相应不理 迫害更甚 不次是权力令人傲慢 权力使人佛化 权力让人泯灭良心的最佳印证 执政者 杖势得到多数选票却无视法理 为所欲为 以民主之民行违法独裁知识 然而德之民心终将施衍民心 自古写不胜正 上位者行邪道是必然自取灭亡的 本门所求唯一正义而已 至今人生信世界存在着功力 我们要以善良之心为利器 唤醒世人 大家一起斩妖除魔 势必将公平正义昭显于天下 民主时代已不复地制时期的独裁专断 而国家构成的基本要件是人民 倾听人民的心声非常重要 侧隐之心是道德的源头 官员为民服务要有侧隐之心 感受人民的痛苦在哪里 就从哪里解救起 施政是一时 人民的感受才是真实的政绩 中道理性务实的主政者 应该对流氓官僚操弄权柄有所体察 人权既然是普世价值 争取频繁的浪潮不会削减 国际人权组织的声援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如何定分指征 主政者必须拿出良心智慧与勇气 我们请你和那些人在我们的周围或Youtube 来这里的声援 为一个很重要的 人权的事件 现在已经几年 我已经有所谓的 在各种表现,包括审则的民权的移民和中文庄的文化 以及科学中的台嶼男的遗亡 我一直在疼,可能会有失识的事情 因为我完全明白,可以说,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反应 tax law so let's take it to taiwanese lawyers and they should solve it. But that's a total misunderstanding. It is not and it never was a pure tax case. As we say that it's on two accounts a human rights case. 首先,这是一个人的状态,因为第一个人的状态是自由的 religion 或信心,而这个状态开始在1996,当时有一个厉害的状态 的自由的 religion或信心,在台湾上的状态中,在台湾上的状态 的自由的 religion或信心,在台湾上的状态中,在台湾上的状态中的状态 如 Willi Fouteré说,这也是一个状态的自由的自由的自由 因为这是一个状态的状态,因为它是一个状态的状态 这是一个状态的状态,因此,如果中国习近平台的状态中,在台湾上的状态 是有一个状态的状态,因为台湾的状态是有一个状态,而是有一个状态的状态 在台湾上的状态中,但他们说台湾是一个状态的状态,然后它是一个状态 的状态如果美国有负责的状态,和台湾上的状态是一个状态 在台阶面的社会中间的体制制制造成了状态 是一个判断的判断?是一个人身材的判断? 但是这不是一个问题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一个判断的判断 这就是一个判断的判断是一个判断的判断 为什么会来到WASHINGTON,D.C.和这个判断的判断呢? 因为这个判断的判断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判断的判断 而当然它不是一个判断的判断判断 而是一个判断的判断 它是一个认识的认识的认识 而是一个判断的判断是一个判断的判断 And in Italy we have this expression of a dialogue of deaf people. Two deaf people try to talk to each other but they cannot have the dialogue. So in this ca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Taiji men, Dizi, many Taiwanese scholars from leading universities, 他们不愿意,但他们写了这个案件 肯定有很多组织的计划和人材的政治人员 有所在计划的计划和计划 他们都说,看,这是一个问题的自由和信心 这是一个问题的自由和自由和人材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我们有台湾的公司, 他们说,对于1992年, 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 但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认识的计划, 当国家的贸易对人的利益都会被解决, 当局的状况都会被解决。 如果没有一个公司的利益, 就会有一个政治的利益。 我们在一个历史的时刻, 当台湾需要最大的支撑 由其他人的朋友们的支持, 但是,一件事是提供台湾的家庭的家庭 和解禁止这些偶像的偶像的偶像 和解决的偶像的偶像 和解决的偶像的偶像 而,今天,最大的价格, 最大的价格,最大的价格 是台湾的状态 而不是因为我们对台湾的朋友 而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而我们想保护台湾 在一刻的需要 我们要求台湾 请你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的时刻 你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你的状态 走在民族的道路上 和解决台湾的状态 你我都是纳税人 没有人是局外人 面对与财产权和自由权 息息相关的税法制度 不能再被蒙下去 城市纳税也必须重视赴税人权 拒绝任由国税局拿人民当税奴 一个滥权检察官已造成太极门师徒25年的痛苦 至今连许多国际人权专家都来声援 台湾还有很多税灾户 受无望之灾 架毁人亡 又有谁能为他们伸张正义呢 一念苍生护人权 一苦得解万民安 众心期盼政府关注日益严重的法税问题 让台湾跟上西方民主国家的脚步 成为民实相符的法治国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2022年有新的展望 国家人权大步向前走 全民开讲 我们下次见